你說古信對馬體會的賽事 我很建議大家聽一聽我這段片 因為我的理由就是 我知道很多人上網看完賽果之後 見到馬體會贏了4比2之後 就會認為不用看了 馬體會進級了 但其實大家是會漏了一些東西的 如果沒有看過場球的話 如果沒有時間看場球的話 就花10分鐘聽一聽我的說話 好了,這場球其實是反映了 為什麼馬體會今年 它在西甲的表現是大幅下滑的理由 而且其實這個馬體會 它這麼多年,拘捕了這麼多 這麼久的日子之後 其實附近我們見到 其實是有了損壞的了,來到現在 我詳細講一講為什麼 首先,你只是看上半場 馬體會還是體力充沛的時候 基本上作客 你說古信弓,這個無可口飛 馬體會反擊 其實故事的劇本 一早當然是寫好了 其實都一定是這樣的 基本上就是 馬體會打了三個有效的反擊 進了兩個球 基斯文的第三球是差點進的 講基斯文的第二球 其實第一球就是 三奧尼古斯那個 就是漂亮的 左腳趟遠處 三奧尼古斯其實現在 開始都成為了一個 挺重要的球星 在西班牙那邊 希望它不會這麼快 就去巴塞或者馬體會 等到西甲那邊的競爭力 有得看看 基斯文差點進到自己的第二球 其實上半場差點3比0 基本上在馬體會 還是體力充沛的時候就發生 很久就去到下半場了 去到下半場 其實首先就是 這個利華古信 其實他們都是沒得選的 照攻的 但問題就是 真的沒有人抹右邊入攝那個人 其實很普通的右路的是進攻 接著全中球入球 OK 你看到那些集位球員 就是沒有跟到利華古信的右邊的球員 出球的球員 之後其實及後你可以看到 那個體力的演繹 馬體會是越來越做得不清晰的 你發現其實他們的體能 可以這麼說 有一段時間 差點很快就被這個利華古信 追回成平手了 差點就是一段時間 馬體會那個體力的演繹 是在利華古信之下的 OK 好了 接著就有一段時間 就是這個 利華古信 當然會給回一些控球 給馬體會的 那球球 金美路其實在禁區外面 就是被犯規的 即是說犯規那個 開始的動作 其實在禁區外面的 但問題就是說 那個犯規的動作 就一直伸延到禁區裡面 直至到金美路跌 那就吹了十二馬 其實那個犯規的時間 一開始就在禁區外的 可以這麼說 就是犯規的球員 就不夠聰明了 其實你一開始 蚊跌了它 那麼佛球就會在禁區外 但是其實你 一開始一邊蚊 一邊蚊 一邊蚊 蚊到禁區裡面 其實一進到禁區裡面 其實犯規的球員 就要放手的了 那麼它又沒有放手 那麼金美路當然是 推進禁區才下跌的了 那麼這個就很明顯 很簡單 那麼十二馬就三一 好了 但是隨即呢 其實三二是發生的 隨即去到三二的 那麼就是 也都是另一個呢 就是利華古信在旁邊的 是進攻的 這次在左邊 也都是沒有記錄到 落底線的人 那麼這個point 其實都很簡單的了 就是馬體會看來呢 集中力呢 球員的體能呢 其實是有一個呢 是很明顯的表達 就是開始下降著 開始下降著 那麼這球球呢 其實出來中間 是沒有利華古信 球員接應的 小斗的位置 距離的球其實都幾遠的 那麼龍門可能 他出了聲 他出來處理這個球 那麼當然後衛是會 等龍門處理的 那麼這球球其實呢 他選擇打出來 這個龍門選擇打出來 是犯了錯的 因為那個球的點 是很低的 那麼你打出來 其實即使不是撞到 這個馬體會球員 擺烏龍都好 你打出來 那個球這麼低 其實對方再撞射 你是沒得救的 那麼所以其實 如果那個球呢 是這麼低點呢 其實你打出來的 決定是錯的了 你最好呢 就是擲著他 而這球球呢 其實你見到 龍門是有時間擲著他的 不過呢 他就沒有這樣選擇 他就是信心不夠 他打出來 而其實對方的球員 都不是很近你自己 其實你擲著他 即使擲得不好也好 後衛都可以幫你頂住對手的前鋒 你有時間再修正再擲 那麼這球球呢 龍門的犯錯機會是大很多了 好了 那麼跟著 及後呢 就4-1了 4-2了 那就是這個呢 就是級數的表現 那就是 那其實 好了 那 說了那麼久呢 其實長球呢 也是這樣啦 劇本演繹呢 當然就是主攻對手 那對手就是主隊 那對手就是防守反擊 而防守反擊當然就是 馬體會的手本名曲 所以贏到球呢 可以說呢 是不出奇的 那問題就是 可以看得到馬體會的那副計已經開始勞損了 球員開始不夠集中了 球員開始的體力去到下半場開始其實是會下降的 在這段時間看馬體會就鞠了很大段路 都是防守反擊 而防守反擊其實往往所付出的體能 是比主攻控球的球隊大 所以你看得到他們谷道罪行那段14年就拿到西甲冠軍 去歐聯決賽 之後其實他們在聯賽就無以為計 因為體力上花費得太大 但是如果防守反擊其實都可以在杯賽上面是有好成績的 因為杯賽講求的是防守的穩定度 所以馬體會去到16年都可以入到歐聯決賽 但是很可惜他們這一段都沒有辦法拿到冠軍 其實及後馬體會的成績一定會一路下滑的 因為再這樣打下去 其實他們的打法沒有怎麼變的 一定都是這樣打的 所以球隊的體力當然是會越來越付出大的 那麼日積越累呢 這個勞損呢 depreciation一定是有的 所以馬體會的未來其實是 都可以這樣說 挺可惜的 但是問題就是 事實上就是 馬體會的未來就是其實是 成績是會只會一路下滑 是不會進步 那麼其實 那個情況就是這樣 那麼如果呢 一路防守反擊一路防守反擊 一路防守反擊 在杯賽有些成績 但是聯賽一路下滑下去 那麼他們逐漸就會離開歐洲的賽事 逐漸就會離開歐洲的賽事 逐漸就會離開歐洲的賽事 那麼之後呢 基斯文呢就會走的 因為這些頂級球星呢 沒有辦法呢 他們一定是會走 因為你開始離開歐洲的賽事 那麼當然沒有那麼快會發生 離開歐洲的賽事 但是基斯文其實你見到 他開始拿不到西甲呢 其實球星是會走的 那麼當基斯文都走的時候呢 那麼馬體會當然是會再進一步 是離開歐洲的賽事 越步越遠 那麼未來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防守反擊的球隊呢 他打了幾段很燦爛的球櫃出來呢 那麼已經是算是一個很不錯的結果 那麼之後其實很多時候我們見到 呃 長遠打防守反擊呢 其實是呃 只會是一路下滑 那麼所以摩連奴你見到呢 他是不會留在隊伍太久的 因為他知道這個情況的 啊 他知道球隊呢 一路呢 開始腐計呢 開始是出事的時候 他就走的了 所以兩三季三四季他就走 就去搞下一隊 那麼摩連奴當然他很聰明 他懂得走 但是斯蒙尼我不知道他 知不知道有這個 是後續的墳墓在後面的 那麼再看看這個 馬體會的後期的發展 那就是杯賽呢 其實他們未必會這麼快出局的 那就是 但是馬體會的未來呢 其實是會越來越困難的了